台湾的这个护国神山的世界周知 称霸全球 但是其实呢 这座护国神山呢 在一开始成行的时候呢 坦白说非常的不顺利 张忠谋都坦言说 他差点打包走人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位关键的贵人 张忠谋说如果没有他 绝对没有今天的台积电 因为呢 全这个政府里面的就只有他 当时相信这个张忠谋 那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当时这个经济部长李国鼎 不过呢 这个对于张忠谋来讲 他能够这个一直放在他的心上 这个人呢 对于台湾的这个经济呢 可以说呢 这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这位重要级的人物 也请教这个侍聪啊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竟然可以让张忠谋 在谈到他的时候 感觉特别不一样 对我们知道说台积电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 那最近期的话 刚好有一个美国的记者 来台湾访问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在台积电 他看到了神一般的境界 神一般的境界 对那为什么 他其实在文章中写到 他就说这个台积电 目前这种晶片的精准度 要怎么样 从这个地球呢 这个照 这个用一个这个手电筒 照到月球的50元硬币 这样精准的台湾 你就知道说这是多精准 你要做到这么的精准来说 那跟神有什么两样 是啊 所以现在台积电的这个地位 我们就无庸贴序 大家都是 为什么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或是全世界那么重视台湾 那跟台积电 都完全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台积电 当然最重要一个人物 当然就是张忠谋董事长 那因为他刚好前一阵子 出席一个这个晶片战争的作者 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他有跟他做一个座谈 那跟这个Chris Miller 做座谈的时候 然后他就讲到说 这个Chris Miller 你这个文章里面 写的有点错误 他说为什么 因为Chris Miller写到说 就是说台积电的成立 跟台湾政府的福祉 福祉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就说 其实台湾政府 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说这一点你写的 我不满意 他说什么 他说政府当初巴不得 卖光台积电 他说有李国鼎才有台积电 他是政府中唯一相信 张忠谋的人 然后让政府愿意 投资台积电55亿 所以他点到就是说 其实政府并没有那么支持 是李国鼎非常支持 好那我们先还原 当初的这个现场 到底是什么一个局面 是让台积电的 这个董事长张忠谋 他1985年回到台湾 他其实在美国担任过 德宜的这个 已经担任到副总裁 然后又到通用机械 做到这个总裁 他其实是国外的半导体的这个大老 但因为他在美国发展 应该已经有点受阻了 再加上说其实李国鼎 还有很多台湾的人士 都要他回来 李国鼎已经去跟他三顾 茅庐非常多次了 所以他也是因为 李国鼎的关系 很大一部分 他才回到台湾 他回到台湾 一开始他担任的是 工研院的这个院长 那工研院院长 他刚接任之后 那前院长就跟他说 这个Morris 你要来接 你要来接这个工研院院长的时候 我说你会优先接到一个任务 就TK就国鼎 他会给你 他会给你一个任务 就是说什么 因为他之前就一直在说 我们当时要发展半导体 那发展半导体的时候 我们当时台湾有三家 这个IC设计公司 那些人都是李国鼎请回来 说我们台湾要发展半导体 那你们就回来 无理是他们好 他们现在回来 可以设计出IC 没有人帮他做 所以等于是说 你请他们回来 他们三个 现在三家公司的老板 在那边等待说 那台湾到底有谁能做 有谁能帮我们做 那于是说果然张中某到工研院没多久之后 没多久这个李国鼎就把他找去了 李国鼎把他找去说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他就说原本李国鼎的想法是说 因为李国鼎对半导体也没那么熟 他跟张中某说 那我们就反正三家公司 我们都各成立一个小晶圆厂 这样子 但是张中某跟他说 他们这个产品太少 那如果你要单独养一个晶圆厂 养不起来 所以他就说 我们就设立一个大一点的晶圆厂 那我们来帮他负责这样子 带工带工所以晶圆带工 当时才真正的有 有实现 有那个雏形出来 是这个样子 张中某他想说 其实那个脑 那个所谓的想法 一直在张中某的想法里面 但是没有人支持他这样做 那刚好在那个时候 他发现到说 似乎是可以这样做 于是他跟李国鼎说 那我们就建议做大型的晶圆厂 那当时的投资金额呢 你知道多少钱吗 要新台地100亿 要100亿 当时100亿很大 那时候100亿很多很多 那时候几十万就可以买一栋房子 就是100亿 那问题是 那你钱从哪里来 这个李国鼎跟这个张中某 两个就面面相去 就怎么样 那第一个任务当然是 你要政府投资 因为一定要政府带头投资 所以当时的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于国华 那于国华有没有愿意呢 事实上于国华对这个投资 他说这个投资金额也太大了吧 我们政府应该没办法百分之百投资 他就跟张中某跟李国鼎说 我们最多只能够投资55亿 55亿大概占整个股本的48%左右 我们不要过半 让民间持有过半这样的 我们就是政府就注资就好了 55亿也非常多 也很多 对 那这个过程里面来说 也是李国鼎跟张中某 他们去去把他谈下来 因为原本于国华 或是说很多相关的财经官员 都觉得这个风险太大 你要砸55亿万一输了 那怎么办 对啊 行政院长于国华都不敢背书了 所以那时候是就是因为李国鼎 就说那我就扛下来 我愿意这样做 所以张中某为什么说 他是唯一相信他 因为在政府的沟通里面 这一块就是用李国鼎来沟通 再来就是说 因为你只有50 你只有一半的资金 另外一半资金要从哪来 对 你要找民间企业 那民间企业 他当时李国鼎 因为李国鼎当时 他担任过我们经济部长 然后当时又主管科技的 那些相关的 所以他其实对我们国内的 一些相关的这个 包括说财经界都很熟 那他就这样好了 然后我们就去找财经界来投资 找当时台湾的几个大财团 那当然就找什么东元 然后找大同 华兴丽华 还有找这个台塑集团那边投资 这样请他们来投资 就是因为他们几个都 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大家都觉得这个 这个到底是有 这个行还是不行 那里面来说最有意思是 这个台塑的王有庆 王有庆 王有庆一开始他不愿意 就是张周某有去跟他拜拜托 有跟他简报过好几次 那简报好几次 他可能听不过 因为那个观念实在太新了 那就他不想投资 就最后是这样 是当时的李国廷说 那我们一定要他投资 他就拜托当时的经济部长李达海 打了一通电话给王永庆说 我们应该我们来集齐啊 你要做我们要做什么塑胶 我们政府都支持你 我们现在政府拜托你投资一下 你就在那边说那么多话 不然你支持政府一下吧 对结果他就说好啦 那我就意识意识啦 所以他就投资了5% 那很多厂商也是因为这样 就陆陆续续投资 投资进了 那但是呢还是不够 那所以这时候想说 那要找一个外资 那当时呢其实张中某先生 或是说李国廷 他们去找最早找的是英特尔 去找去美国飞到美国去找英特尔 说你要不要来投资 英特尔当时的这个这个执行长 诺伊斯他跟张中某也很熟 所以他还有摩尔先生 那跟张中某都很熟 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个 你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接受 就后来这个当时李国廷就说 这样好了啦 我们拜托当时在台湾最大的外商 当时在台湾最大的外商是菲律普 因为菲律普他在台湾的 有一个高雄的建源厂 他当时都是台湾最大的外资 那这个李国廷就说 那因为他们来设厂说 李国廷我帮忙他 那不然的话李国廷就说 那我们就去拜访这个菲律普爵士 然后他就跟张中某两个飞到荷兰 去见了菲律普爵士 然后见了菲律普爵士之后 就一拍急了菲律普爵士也对 李国廷相当相信 那他也认识张中某 所以就这样然后就投资 所以他就投资变成28% 所以至此所有资金就完全到位 所以台积电才能够顺利的运行 那运行的过程里面你要人啊 那人是从哪里来 人的话就是当时因为在工研院 有相当多大概约莫一千多人 就完全就转到台积电去 所以有钱有人才 然后再加上张中某先生的这个 他的know how就巩固就弄成了这个台积电 好那为什么这个台积电 这个张中某会说政府巴不得卖光台积电 因为很有意思 台积电它在1993年上市 那上市之后台我们政府就一直不断的卖 一直不断因为我们财政不好的时候 政府就出清出清 然后到1997年 他还到美国去挂ADR 那为什么去挂美国ADR 是因为政府说你去美国挂 我们不是只有在台湾卖 我们还可以在美国卖 所以他一直拼命卖一直拼命卖 那你知道原本我们持有48%的台积电 后来现在只能有6% 剩6%而已 当初不卖现在多值钱 而且他本来政府要卖光 是张中某说你不能卖光 你还是要政府要持有一点点 这样表示说政府还在里面有点影响力 好那我回答他 这个刚才又起讲一个重点 如果48%不卖 你知道现在价值多少钱吗 台积电的市值是14兆台币 那如果48%还在的话 是6.4兆台币 6.4兆台币 这什么意思我们大概原谋三年的总预算 所以如果有这一笔大外快的话 其实台湾的财政就不会这么的窘迫 但是从政远见真的很重要 但是大家就一直卖一直卖 但是还有一个更有意思 那就是王永庆 王永庆他还投资了5% 就他也是在上市没多少钱就卖了 所以王永庆先生演目太精准 他也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5%到后来 是变成好几千亿啊 他如果一年没年赚得那么辛苦 不如这样就好了 对他也说早知道千金奶奶早知道 或者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真的卖得太快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讲 当然李国鼎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等于是说 在背后支持了张忠摩先生的这个状况 那事实上李国鼎 他从政并不是那么的顺顺 为什么那么不是那么顺顺 因为其实他早年是跟尹仲隆 尹仲隆就是台湾最早期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人物 然后他跟着他 然后一路的学习 那他学了方法 因为李国鼎或是孙运璇 他们很多都是跟西洋的想法比较接近 所以他们的想法里面就是自由经济啊 然后就不要干预太多啊 问题是当时他遇到了蒋经国 那蒋经国是谁呢 蒋经国他老蒋儿子嘛 但是蒋经国你要知道 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到苏联去留学的 那苏联是哪一套 苏联就是计划经济那套 然后管制啊什么什么 就他们意见就相左 那他当时是谁 李国鼎担任经济部长 然后蒋经国最早是担任国防部长 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个行政会议里面来说 就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这个当时经济为主 李国鼎都讲了很多 但是老蒋就觉得 小蒋觉得这个你这样对吗 甚至在很多的物价的问题上面来说 他们完全看法不一样 这个物价膨胀的时候 蒋经国就说我们要管制物价 但是李国鼎说我们不能管制物价 我们要让他自由的浮动 甚至我们就一次讲到 涨到顶就好了 但是小蒋不听话 但是没想到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导致那几年的通膨 因为他要管制 管制其实越管制越严重 越严重后来他才觉得说 或许你讲的是对的 他慢慢就对李国鼎 有一点点比较改变他的想法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后来蒋经国担任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要推所谓的十大建设 就他推十大建设的时候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李国鼎 那李国鼎的话 照理说你国家要发 要有这个建设你要钱嘛 钱的话这个国家 涨国家钱的就是财政部长 你要跟他商量啊 就没想到蒋经国连跟他商量没跟他商量 他就说反正我就要做 我要做就对了 就没想到一宣布 那时候也要投资数百亿台币啊 哪有那么多钱 没有那么多钱 就也没有跟李国鼎商量 那就是说那反正好了 那你就去筹钱好了 那李国鼎财政部长当然要筹钱 就最后他是怎么样 他是飞到沙尔地阿拉伯 跟这个当时的费社的国王去借钱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开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会经过一个中沙大桥 七楼中沙 就是借钱来的时候盖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纪念 我们跟这个所谓的沙尔地阿拉伯的这个友谊 就盖了这座桥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等于是说他有非常多帮助这个蒋经国 那当然因为蒋经国就是对他有一点点嫌隙 所以后来就是把他冰冻起来 但是后来因为他六十四年 有心脏病住院之后 后来出院之后 后来蒋经国可能也觉得说 的确我们要发展经济之后 又把李国鼎冲 他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试图原本就平了然后去休息一段时间 又把他找回来 找回来担任什么 我们当时要发展所谓的科技 就由李国鼎来主宰一切科技的这个发展 好那我们讲李国鼎 李国鼎他有做过什么事 他不是只有做台积电这件事情 我们台湾不是有搞一个所谓加工出口区吗 加工出口区其实也是李国鼎最早想出来 他如果说我们又弄一个类似像这个 就是特殊的地方然后外资进来 然后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税务的发展 或者人的这个法令什么都不一样 那其实他搞这个东西当时被骂 很多说你是搞租界 外国人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个租界下来 那个这里面的法令 这里面的东西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那不是搞租界被骂 但是他就没关系 我还是尽量这样 他坚持下去 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 菲利普为什么来 就是来到高雄这个地方 还有当时很多电视公司 像当时美国的两家这个电视公司 做电视的一个AOC 一个是RCA 两个来到台湾来就是这样 而且他还跟AOC跟RCA说 我不是只有你要组装 我希望你把上下游一起带来 所以后来他们投资了一个中华印管 就是做印象管 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你只能 你要组装 你要把上游东西也来 他等于是说又加 让台湾为什么后来能够产业能够发展 会有上下游的观念 也就是他把他找过来的 另外一个他还创办所谓外贸协会 外贸协会就是每一年 我们的外贸协会的会长 会带着我们厂商一起去国外发展 结果就被他骂 说你这样不是说 你政府带头带着这个所谓企业家 有图利他人 但是他也不管他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电脑 因为我们知道电脑很多账务 账务要作为电脑化 他推动 结果没想到他也 这个很多人反对 但是他也不管他 反正就是照推动 他真的都独牌众议 对 那我觉得因为他在经济方面来说 他有非常多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觉得也是幸好 就是蒋经国或许在很多看法上 跟他不一样 但蒋经国也能够接受 就说好 那你就放手让你做 所以后来才会有这个台积电的成立 或者说还有很多台湾的这个科技公司 其实很多 我们知道他过世几年的时候 其实都有办所谓李国庭的纪念论坛 纪念论坛里面来说都是 你知道出席的都是我们科技业道 因为当初是很多人 因为他的关系回到台湾来 投资科技公司 IC设计公司 像旺宏的董事长 很多人都是这样才回来 所以你知道 实际上我们必须这样讲 张忠某先生说的就是说 没有这个李国庭来说的话 就可能没有护国身材 我觉得这件事是完全正确 而且没有李国庭的话 或许也没有我们现在的 这个科技发展的雏形 他真的是台湾经济奇迹的推手 一点都不为过 对对对 台湾经济发展史上 还好出现了一个李国庭 不然我们也没有台积电 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外贸协这些东西 然后银行电脑化 可能到很后期才会推动 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你要有这个 要有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教父级的人物来推动 而且刚好当时的 这个我们天时地利都还蛮配合 才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护国身材 绝对不是偶然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奇迹 我觉得是很难 在世界上任何一国 要都能够复制的